近日,王一博亮相华雕奖红毯造型中,身着忠实力领西装造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 作为一名年轻演员,他的气质与服装和红毯造型都显得非常契合。 王一博身着忠实力领西装亮相华雕奖,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、导演和摄影师,他在中国电影界拥有良好声誉。 此次出席华雕奖颁奖典礼是对他所取得陈旧的肯定已认可。 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,还展示出了自己优雅绅士的一面。 王一博的红毯造型更是将其典雅品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他穿着一件忠实力领西装,显得身材挺拔修长。 英俊潇洒,站在颁奖台上时,笑容灿烂迷人,尽显奋度翩翩。 无论何事何地都能看到他俊昂的身影。 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优雅的生活方式和充满魅力的气质。 王一博身着黑色西装出席华岛奖红毯。 端手插都超酷拽。 他的举止优雅又不失奋度,彰显出了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气质。 王一博出生于中国香港。 原名叫王冠雄,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和导演。 他一生都充满着优雅和绅士气质。 这使得他在许多场合显得非常有分度。 王一博年轻时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,并在演艺圈逐渐转露头角。 他曾出演过不少知名电影作品,比如乐之友,卧虎藏龙等。 他也参演过一些艺术作品,如南北大侠,西游记等。 王一博还担任过很多广告片的主角,其中包括可口可乐、肯德基等知名企业的形象代言人。 此外,他还是一名音乐爱好者,经常表演钢琴及他的乐器。 王一博身着黑色西装出席滑倒奖红毯。 单手插都超酷拽。 他的礼服是一件蓝色长款修身衬衫。 袖口露出一点点黑袖口,一摆上也有一两个小亮点。 整体设计很适合像王一博这样的时尚人士。 他的西服搭配深色系看起来非常显瘦,而且还显得很正式。 这件衣服让他更加高调了,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优雅绅士分泛。 不过,这套衣服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完美的选择。 因为他没有腰线,所以穿在身上会很僵硬。 相比之下,还是刚才那件白色长衣更合身一些。 总的来说,王一博这一身造型真是很不错啊。 无论是从颜色,款式还是材质来看,都非常适合时下年轻人的品位和审美标准。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王一博这个风格的话,不妨来试试这件黑袭装吧。 王一博这次走红毯造型更加突出了个人风格。 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好的了解和把握。 希望未来他能够在演艺事业上起得更好的成绩。